蔡委員長 部長早 這一波的油價調漲之後 我們看到媒體的報導說 國防部已經暫停購油 一直要到8月份之後才要再繼續購油 那我請問部長 如果暫停購油的話 那我們的作戰訓練 我們的國軍演訓 還辦得下去嗎 部長 這個可能委員有所誤會 我們今年度的相關的油品 都其實在聯市的規劃之下 都已經掌握住了 只是說現在要不要 聽說在這個油價調漲之前 國防部已經早兩個禮拜就知道要調漲油價 所以就很早就下單 預購油料 你們有內線交易喔 不是內線各位看到 或不是海峽 當伊朗跟美國之間在那邊產生了問題之後 這個焦點的血產生 我們就應該預判 這個地方 不管是內線交易也好 反正能買比較便宜的油 我們也不會反對 我只是說 那現在燃料油每家輪都已經漲到110塊以上 那這樣會不會變成我們整個作戰訓練去縮水 不會 譬如我們現在的巡航艦都停在碼頭 變成碼頭女王 緊攻參觀使用 根本都不敢開出去 因為油量耗量太大 會不會未來因為燃空油 也增加 航空燃油也增加 現在我們連飛機都緊關參觀 會不會贏得這個樣子 讓我們的作戰訓練縮水呢 那是可能委員獲得訊息不確實 這個部分海空軍他的正常訓練都沒有影響 我們這個月馬上開始實施漢光二號演習 是二十八號演習 所有的訓練跟戰備都按照預定的計畫 所以我們雖然油價高漲 但是整體的作戰訓練都不會受到影響 是這個不受影響 但是我們節能減碳這個節約的部分 我們還是要審慎去要求 在一般行政上 我們如何去節約 好我們不需要油料漲啦 然後國軍的信任縮水啦 不會是 好大家請坐 那另外請問部長 國軍吳子山的示範公墓 兩獎的墓園 已經花了三千兩百多萬 甚至也編了一千五百萬 準備國葬兩位先總統 那到底現在已經荒廢了六年 墓園都已經完成了六年 到底簽不簽帳啊 我們的兩獎先總統到底簽不簽帳 吳子山的示範公墓 向委員報告 這個案子是在 民國九十三年的時候 家屬提出來的 所以在陳前總統批示 尊重家屬的意願 並依據國葬法 妥勝辦理 所以這個案子是 國防部 國防部是執行單位 負責國葬的部分 那已經完成六年了 如果他們家屬的意願 不願意 葬在吳子山的話 那你應該現在 吳子山兩獎的這個臨情 也應該妥善的利用啊 你任其方位啊 風吹雨打日曬 很快的這個 墓園啊 就要報會掉 已經六年了 到底簽不簽帳 也應該做個決定吧 這個決定 由內政部來決定 這個國防部是執行單位 當時家屬說 不願意在台獨的陳水本總統的組織下來 國葬 那現在不是陳水本啦 現在是馬英九啦 也應該可以國葬吧 所以建議委員在內政委員會裡面去 不是啦 那部長我們現在 花了國防部的公堂 三千多萬 那如果他們不簽帳的話 或者另有打算 或者要站錯大西 或者要 有人建議說要移回浙江去 國葬 那我們都尊重啊 問題是 現在的吳子山的兩獎墓園 是我們國防部的嘛 如果他們不用 我們應該多加利用啊 是不是 現在只是 相關的廢文部分都還沒有 這個 據你了解他們不願意簽帳 是否有政治因素 呃 這個我不瞭解 那部長你應該也要跟內政部協調 是 不能任由這兩獎的墓園 在那邊放會 在委員體 這個會放會國堂啊 我們會跟內政部協調 而且我們 老實說 以國葬 來安葬兩獎先總統 事實上也是依照 規定 而且是集齊禮遇啊 那如果他們真的不願意的話 那就不要再拖 這兩個墓園 應該移做他用 不要讓他放會 對不對 謝謝委員的指導 你要實問實答 我們每次都在老經濟轉亂 這個不行啊 你要實問實答 我剛才是據實以報 那就是說 我希望趕快 如果不葬 我們就移做他用 好不好 這個 我們虎子山相關的公墓 都有按規定 做 對已經六年了嘛 但六年都沒有決定要不要國葬啊 那你總不能讓這個墓園放會下去 把那三千多萬浪費掉 向委員報告 吳子山本來就對這個 歷任的相關的這個三軍統帥 都有 都有做任何的規劃 這樣 是啦 你這個也是有問沒有答嘛 對不對 我是說如果他不用 那因為這兩個林群 是為了他們設計嘛 而且是背景履遇啊 但是你如果不用的話 六年來 已經 我看大概會放會掉 那國安部 老實說國安部真的很爛 有鞭策也沒有用 就像這一次的大我山莊 去年喔 我就提案 說大我山莊 幾乎已經變成 荒淫賭場 罪惡天堂 大陸妹在那邊盤踞 在那邊賣淫賭博 甚至有人吸毒 去年我就提案喔 而且我曾經要凍結一千兩百多萬 一百多萬的那個修繕費用 結果也沒有在委員會通過 問題早就存在 如今你看被爆發了 每一件事情我們都委員會盯著看 但是都沒有辦法處理 你看大火山莊現在被報導出來 離譜到了極點 而且讓國防部的形象受到很大的影響 難道這個不應該整理嗎 哈部長 謝謝委員 我知道我請 王賴局長給你說明 我去年就提案耶 委員好 我去年就提案 有沒有看到我的提案 叫你們要列車 哈 要清查 到底有沒有不私人的人住在裡面 結果你們有清查嗎 今天被媒體爆出來啦 你看 已經變成荒淫的賭場 不是賣淫 就是喝酒 就是打鬧 他就是開賭場 打牌 報委員 對於媒體報導 大我山莊的這個概況 我們給予尊重 對於他們的管理 我們從來沒有放鬆過 委員也了解 他們這些 這個退伍的袍責啊 都是公在國家 都已經垂垂牢 那公在國家就可以讓在那邊賣 我們 我們也有相關的列管單位 來做相關的巡查跟管理 這問題不是今天發生嗎 是的當然 那不曉得我怎麼去呢就提案呢 這個問題的發生 我們也會深刻的檢討 那為什麼不整理呢 為什麼不列管呢 因為他的自治會的編主 那我們覺得以現有的編主來管理 可能還有不足 那我們現在會加強相關的管理 那也不能任由那些大陸妹在那邊盤踞 然後賣淫 開賭場 甚至還有吸毒 喝酒鬧事 已經變成當地附近治安上的一個罪惡天堂 報委員 可能不是您講的這樣子的一個嚴重的情況 我們寧可信其有 我們也會非常重視去查查 但是不會不至於說變成像 您剛講的那種情境 你最起碼的清查 列測 有沒有不適當 不符合身份的人住在裡面 這個總是做得到吧 報委員 我們今天 然後門戶管理 報委員 今天國軍管理退社 要從一個社會面的整體角度來看 我們有我們的管理規定 但是這些 社會面有酒店 我們的國軍宿舍也就可以開酒店 我想不是 社會面有人打麻將 我們的國軍宿舍裡面可以開賭場 我想不是 也不是酒店 應該都是在外面 大火山莊 是我們單身農民居住的宿舍嘛 你任由這些大陸民在這邊亂搞 倒楣了 是這些單身農民 有了被騙 騙到請家蕩產的都有 報委員 有部分的大陸配偶 都是這些老農民的眷屬 我們會在這地方加強管理 甚至於我們會請地方的警察單位 加強這方面的查查 如果有違反 善良的風俗 違反我們的規定的 一定是依法辦理的 我們希望整頓大陸山莊 而且整個整體的國軍宿舍 都應該去類似 去管理 不要再造成這個大陸山莊 讓人家比喻成荒隱獨場 你看多難聽 報委員 我相信這是個個案 我們會加強檢討 部長 謝謝 這個金翠案 我現在最擔心的就是金翠案 募兵自家金翠案 確實已經造成 國軍戰力上的傷害 最近幾個案子 我跟部長討論一下 這個空軍419連隊 目前在屏東 更換運輸機比輪的這個案子有沒有 這個案子一死一傷 死的人是我故鄉鄉下的小孩子 他才考上士官才一年 才一年多喔 他的技術都還沒有選手 然後配合一個 退役之後的 士官長的 退役喔 他已經退役喔 有A級維修資格的一個士官長 他退役了之後 我們把他聘回來 因為金翠案 不得不裁撤很多人 但是這些一流人才 有技術專業的人才 紛紛被裁撤掉 結果你看 不得已又回聘這些退休的士官長 然後呢 在修理這個基輪的時候 因為沒有洩壓造成爆炸 我們那個年輕小伙子 22歲的士官 就橫死在那邊 還好這個A級的回聘的士官長 只受了重傷 這個是金翠案造成人才的斷層 技術的斷層 未來募兵制跟金翠案同時實施的時候 如何留住這些人才 如何留住這些技術呢 部長 向委員報告 這個部分 跟人才 我們一定會留下這些 具有經驗的人員 如果你能留住有經驗的人才 我請問你 為什麼去年T34的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 那個飛行聯啊 他也是退役之後回聘回來 如果你留了住這些 教練具的教練 為什麼他要讓他退役 然後再回聘回來呢 為什麼 現在有些委員報告 就是說我們今天有些位置 不需要用我們現役的人員 他只負責訓練 或者一般性的工作 如果今天佔用了我們太多的現役人員 不論各項的福利跟我們的國軍的預算 所以這部分我們回聘的人員 就整體來講 像這些有技術傳承的 所以技術能力不減少 這個都很重要的人才 對 技術不減少 我們的能量不減少 可是人員精簡 是一個完整的搭配 我覺得 退休制度也有問題 譬如說 你服役二十年就可以退休 這個齁 十八歲 當兵 三十八歲 正在人強體壯的時候 經驗豐富的時候 智慧成熟的時候 你讓他退休 如果是技術人才的話 那這個太可惜了 所以我是希望 這個技術人才我們已經考慮到 所以我認為未來應該比較公務人員 但是七五次還是八五次啊 這些技術人才 才不會技術斷層 造成那麼多 這我們發現 像幻象戰機 謝謝委員 幻象戰機之前幾次的修理 也因為技術人員今天不足 曾經差一點造成 事故 所以我是說技術人才 跟專業人才 我們應該在退休的部分 要去調整 要去調整 未來募兵制 還有這個 金翠案同時實施的話 如果你不去做 退休制度的調整 未來國軍的佔民 可能會危機四五 這個有考慮 謝謝 有考慮 謝謝